哈桑总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访华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 从这次访问的安排就可以看出来 中坦关系之友好以及中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权局中的重要的位置 哈桑总统代表坦桑尼亚革命党和坦桑尼亚政府 对中共二十大的成功召开 习近平主席当选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再次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把中坦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会谈中的两国元首达成了很多重要共识 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一个双方要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 在一些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的相互支持 第二个就是要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 绿色发展等方面要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当然提及坦桑尼亚所有的观众朋友会想起那条著名的坦桑铁路 它体现了中非之间传统的友谊 那是中非关系的历史的一座封碑啊 所以呢到了今天我们要根据新的形式 根据新的需求 以新的这个方法把坦桑铁路维护好 发展好 同时呢坦桑铁路的精神 这种真诚的合作的精神 也一直滋润着中非关系 也为中非后来在各个领域合作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在会谈之后 双方签署了15个合作文件 涵盖了贸易投资 蓝色经济绿色发展 传染病防治 包括这个人文历史交流等等各个方面 这个体现出来 新时期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全面性 已经不再是 可能是几十年前那个单一的援助啊 或者几个项目 现在随着非洲的发展 中非关系越来越立体越来越丰满 就像习近平主席刚才说的 非洲是一块充满潜力的大陆 中非的合作 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所以我相信这次访问 将对新的时期中坛中非关系 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